第一百一十三级 吃饱喝足 蓝忘机站起来 一左一右拉着两人的手往外走 魏英疑惑 蓝湛不是租帐篷吗 买 这里的帐篷别人都睡过了 不卫生 哦 对 他家男人有洁癖 魏英不宜有他 乖乖跟着人走 上了车 到了商场 拼了两个帐篷回到了车上 启动 却是往反方向开 蓝湛 我们去哪 看日出 某人专心开车 头也没转 毁了三字 魏英 吃醋惊上线 车子开呀开 开到后座传来了打呼噜的声音 魏英没忍住又问了一次 蓝湛 我们到底上哪去 看日出 还是三字 魏英怒了 蓝忘机 瞄了后座一眼 压低声音 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你别那么小气好不好 再说了 谁让你那时不理我 你要是理我 哪有别人什么事 这样说来 好像又成了他的错了 魏某人就是有这个能力 把死的说成活的 把活的直接干死 我没生气 不是你和宝宝说看日出的吗 蓝忘机不急不还反驳 魏英 倒显得是他自己心虚了 那老公去哪看日出呀 焦力焦气的 车身晃了一下 蓝忘机沉声斥了一句 魏英 魏英立开嘴角笑 蓝总这么不矜持呢 定力这么差 一生老公就激动成这样了 某人算准了蓝忘机不能拿他怎么样 时间聊 只是很快 他就开始心慌了 蓝湛 这是哪里 海边纳撞透着橘黄灯光的三层小别墅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这是海边 我眼睛没瞎 我是问你这房子是谁的 咱们的 你买的 什么时候 魏英更惊讶了 蓝忘机微皱眉头 认真想了想 很早了 在你没回过之前 他买了不止一处的房产 具体时间已经不记得了 心里想好了他和魏英有了宝宝后 惠州时间出来带着他们到处度假 结果宝宝都长大了 魏英开始创业比他还忙 一家三口根本没有外住的机会 今天是听见两人提起日出 他才想起这幢海边别墅 每套房子都会定期有人打理 所以拎包就可以入住 可是蓝湛 人家说的是露营 蓝忘机灵了他一眼 下车 往车后走 我同意的是睡帐篷 可没有说在哪里睡帐篷 反正是睡在帐篷里就三世了 蓝忘机 魏英气得跳脚 紧跟上人 蓝忘机从后围箱拿了两袋行李出来递给他 拿进屋里 不拿 嘴巴反抗着 小手却很听话 乖乖结果 蓝忘机嘴角微钩 打开后座车门 小心翼翼把女儿抱出来 往屋里走 魏英瞧着嘴跟在人后头 进了电梯 上了二楼 穿过很长的走廊 进了一间纯玻璃的房间 只有一面是墙 其他三面及屋顶都是透明玻璃 屋顶是拱形的 抬头就能望见天上的星星 三面环海 头顶星空 这也太梦幻了吧 魏英瞪大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想不到某人居然还有这么浪漫的一面 魏英趴在玻璃窗上看海时 某人已经把女儿放床上 开始着手弄帐篷 为了安装方便 他买的帐篷是一体的 直接撑开就行 怕小人儿睡得不舒服 蓝王机把厚厚的羽绒被铺在下方 弄好后才把女儿抱进去 盖好被子 再拉上帐篷口的拉链 弄好后想想 又往回拉下一半 小家伙万一半夜醒来 看见灯光不至于 啪 魏英有样学样 拿起另一个帐篷准备安装 被一只手一把夺走了 连带人也被抱走了 被扛在肩上 蓝湛 你干什么 你说呢 老婆 老公 有事好商量 好 咱们回房间商量 不要 我也要睡帐篷 乖 给你装 最后 帐篷是装了 弹腰也是废了 蓝王机给女儿买的是单人的帐篷 给她和魏英买的是特大的那种 可以容纳四五个人都没有问题 所以 蓝总有充足的空间 尽力施展她的才能 把人翻来覆去 从这个角落翻炒到另一个角落 魏英哭着求饶 泪眼汪汪保证自己下次绝对不会离扎出走了 还和别人看日出吗 蓝王机腰身往后退了推 抽离了半分 魏英在人的身下用力摇头 声音又干又哑 还伴着哭泣的哼叫声 不 不看了 再也 不看了 只和你 看 这个回答 蓝王机颇为满意 于是赞赏的用力一顶 某人惊叫了几声 呀 啊 蓝王机 你 混蛋 你不讲武德 蓝王机抱着人脑袋 在那张汉师的小脸上 落下细碎的亲吻 似安抚 又似惩罚 某人的哼叫似享受 又似痛苦 蓝 战 我真的不行啊 嘴上叫着不行 一双手却把人抱得死紧 蓝王机一停下来 某人就扭着腰只表示不满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其实也没那么想停下来 这小坐经可太会拿捏人了 最后还是某人不堪重负 昏睡了过去后 这一场情势才真正停下来 卫英迷迷糊糊一息感觉到被抱进浴室 温热的水流从肌肤划过 他攀着人的身体不知死活乱拱 然后又被人按在浴缸惩罚了一次 这下是彻底乖了 哼哼唧唧的骂人 臭蓝王机 色鬼 只会玩音的 有本事单挑 蓝王机被人气笑 他也承认在卫英提出生第二个宝宝后 自己在情势上有些变本加厉 一是不用担心意外怀孕 蓝王机敞开了心放心干 第二个原因则是不用隔着一层薄薄的膜 真正的肌肤相贴 他好像更容易兴奋和欲罢 不能 有时候他还偷偷想过 宝宝不那么早来也好 这样他既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又不用过漫长的禁欲的生活 但主要是两位妈妈太能折腾 乖孙一天没来 为英智营养滋补汤 怕是一天都停不下来 小家伙受不了折腾 就拿他出气 所以蓝王机是活在冰火两重天当中 爽病痛着 不过这些全怪他 怪他兴奋过头 一时说漏嘴了 他确实也没想过两位妈妈这么能折腾 失散了 所以以卫英的性格 李家出走一点都不意外 幸亏还有公司的牵绊 他不会跑远 否则蓝王机可是后悔莫及 他寻思着这次回家 要好好跟两位妈妈商量 不能操之过急 给卫英带去压力 他就会反抗 到时还不知道会造出什么幺蛾子 生孩子这事本就是顺其自然 太过于着急 就会让卫英误以为大家都在逼他 本是一件开心幸福的事 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最后两人的欢乐时刻 都变成了完成任务般的痛苦 这不是蓝王机想看到的结果 不过